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黑山金磚峰會舉辦之際 傳出了中國與印度 在喜馬拉雅爭議邊界地區 達成解決方案的消息 印度外長10月21日說 中印脫離接觸進程已經完成 而中國外交部25日也宣布 一線部隊正在開展相關的工作 目前進展順利 中印兩國領導人更加是事隔五年之後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印度總理莫迪 再次舉行面對面的會談 過去幾年美國為了壓制中國 將自己的身段放到很低去拉攏印度 印度朝野可以說是紅心勃勃 走上了與中國對抗之路 為何莫迪連任總理後 明顯轉變了對華態度呢? 開始釋放出一些改善關係的信息呢? 一向都狠批印度將所有的雞蛋 放在美國的籃內 莫迪對華短視犧牲印度利益的 尼泊爾學者 亞洲時報網站專欄作者 比姆·貝特爾 也關注到最近中印關係的變化 在他看來 印度之所以掉頭與中國緩和關係 是因為在拼命加強與華盛頓關係的 過去幾年裡 印度並未從美國獲取到預期的利益 10月24日 布特爾在網站發布的文章指出 從2016年開始 由莫迪領導的印度開始向美國高調示好 嘴上就信誓旦旦地說 沒有跟華盛頓聯手押華的意思 實質就是連續簽訂了多項協定以加強與美國關係 附和奧巴馬時期提出的美國重返亞洲戰略 引起了中方的強烈不滿和警示 尤其是在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後 兩國關係緊張持續至今 不過在進入到第二個總理任期之後 莫迪政府循環發現 印度不僅在吸引美國投資以及地緣政治方面損失慘重 美方也未經許可在印度專屬經濟區開展所謂的自由航行 向印度施壓要求它停止購買俄羅斯廉價石油 調查美籍石克教活動人士暗殺案件等行為 也一再觸及到印度底線 文章認為莫迪族佔領會到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所說 與美國為敵可能會很危險 但與美國做朋友是致命的這句說話的心意 經過四年的外交政策試驗 莫迪政府最終認識度與中國保持關係 對於印度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在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成本之後 莫迪在第三個任期選擇轉向中國以扭轉局勢 文章指出2016年莫迪上台之後 印度開始將自己定位為美國在南亞的合作夥伴和盟友 不顧中方一再反對 與華盛頓密集地接觸 積極融入美國印太戰略中 中印兩國嚴規佔升 中方認為這是華盛頓更廣泛壓華政策的一部分 2019年連任之後 莫迪將蘇傑生任命為外交部長 莫迪指望蘇傑生的親美立場 能有助於吸引美國投資和技術 同時確保印度商品在美國市場上 享受優惠准入條件 當時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莫迪更堅信 這層關係能為印度爭取美國市場和技術的優先准入 事實上直到現在 美國在印度的投資仍然是微乎其微 而且在將製造業帶回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轉向之後 印度就更不用想從中分一杯更了 美國投資者一直都認為印度缺乏有利營商環境 近年來福特通用汽車和哈雷等美國大公司 非但沒有增加投資反而退出印度市場 文章認為在與美國結盟合作已獲得經濟利益 並未預期實現的同時 印度在地緣政治方面也慘遭重創 印度發現美國希望它放棄戰略自主 成為自己的從屬盟友 致使印度在南亞地區失去它傳統勢力範圍 以中國為防範目標 也導致印度在鄰國外交中遇到系統的挫折 一個只是鄰國出現反印政府和力量 另一方面與美國戰略歐連也沒有為印度帶來廣泛支持和認可 相反 美國以盟友身份在國際場合還對印度施加更多政治壓力 例如在烏克蘭問題上 美國警告印度若繼續購買俄羅斯石油將會承擔後果 並堅持要求印度放棄和俄羅斯的傳統友誼 最近美國和加拿大又一直向印度施壓 敦促它調查石赫教活動人士的案件 五眼聯盟國家仍繼續支持印度 是作為民族分裂主義的卡利斯坦運動 無論在哪一項都與印度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 貝特爾在文中寫道 也是在這個時候莫迪政府又發現 印度自在與中國經濟脫歐的政策之下 它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始終都是呈現增長趨勢的 印度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大幅提高 印度與美國貿易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他們從中國進口的增加所驅動的 這些動態表明印度的經濟增長需要中國 而反之並非如此 隨著印度擴大智能手機、太陽能電磁板 和藥品等商品的生產 印度經濟本身也變得更加依賴中國的進口 資料顯示印度至中國進口增長速度 是總進口增長速度的兩倍 佔印度從電子、可再生能源到制約 行業進口的近三分之一 文章認為 莫迪加盟友們現在就承認 如果中國對印度實施貿易限制 印度將會面臨重大挑戰 而且與美國建立聯盟 也已經被證實沒有辦法有效向中國施壓 印度也需要從中國尋求技術、投資和市場機會 印度通過邊境對視牌向美國立頭銘狀 又指望通過美國牌來施壓中國 不僅吃力不討好 還轉移了對印度國家優先事項的關注 浪費了印度本來就欺缺的財政資源 不過內地觀察者網專欄作家林文旺認為 中印關係的改善 雖然顯示出印度的外交戰略 又在嘗試逐步回到多向結盟 但仍然需要注意戰略搖擺 一直是印度外交的基因 簡單總結 南亞學者對印度的分析有一定的主觀成份 但有一點很多外交分析都同意 就是印度發現做美國的盟友獲得的利益 比他們最初想像的少很多 而且隨著這種過分親美反華的態度 並沒有得到南亞其他國家的認同 對印度的反感度增加 令印度周邊的外部環境變得很不穩定 從而加速了印度轉向想和中國緩和關係 至於中印能不能維持改善的趨勢 更取決於中美未來的博弈 另外剛剛結束的赫山金磚峰會 有35個國家和地區 以及6個國際組織代表參會 峰會通過並發佈了赫山宣言 全民一共有134條 其中明確反對單邊貿易限制措施 這次的金磚峰會引發美國和盟友的高度憂慮 並不完全是因為赫山宣言 更重要的是自今年以來 亞洲國家紛紛向金磚靠攏 成為了外交領域一個突出的現象 從西亞到中亞 從南亞到東南亞 選擇合適的時機加入金磚 已經成為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共同願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 研究員孫培崇則認為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國務卿布林肯 曾經在外交場合 幾次以美國和日本、韓國、菲律賓 有著牢固的安全關係 以及北約和印太地區夥伴 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為由 強調亞洲國家的外交正在與美國吹同 但是從大多數亞洲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大家庭這個現象來看 美方的這種說法顯然是不具有說服力 亞洲國家紛紛轉向金磚說明了什麼? 孫培崇就認為 第一這是標誌著大多數的亞洲國家 對美國印太戰略的疏離 大多數國家的國內議程中 並沒有支持美中對抗的政治構想 亞洲國家越來越顯示出獨立自主的一面 正如馬來西亞總理安·亞爾所說 這些國家沒有任何對抗美國的意圖 但是也不會被一個國家 針對另一個國家的單邊行動所左右 第二經濟陣型化不符合亞洲國家的利益 雖然7個東盟國家加入了印太經濟框架 但是美國始終都被未給予他們更多的貿易准入 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形成了巨大的經濟足跡相比 印太經濟框架似乎只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第三在美國等國的影響下 世界經濟運行中的效率標準 正在被安全標準所取代 亞洲國家對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時 西方和相關國際金融機構採取觀望態度 令部分亞洲國家雪上加商的往事記憶猶新 直到現在亞洲國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裡的話語權還是很有限 在這樣的背景下 越來越多國家希望加入金磚大家庭 說明了晶晶日上的新興國家 希望有更多以大金磚合作為代表的新型國際多邊機制 來代表這個新世界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